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去做任内技术是因为想被看见吗 其实我享受的不是打鼓 我享受的是乐队 考上哈佛我就变得自由了很多 排球选择了我 现在的鲜花掌声都是来自排球 认定一件事就不管旁人怎么样 你去坚持 经历了一段挺艰难的过程 我当时应该还是住那特货那种房子 就是一进楼道就觉得黑的都找不到路的那种 然后自建生病 我又生孩子 我从他的那个歌词中听到了那种特别挣扎 是那种履历在寒风中就是虽然有这些挣扎无奈 但是我希望我自己好想 这东西就像一个斧子砍到我心里你知道吗 我为我的爱情 我为我的就是喜欢的事去经历从头再来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就是原来的 不退缩 成就了现在的我 中国舞派 这个队长的侄子和亲的人物 排球它是一个基地项目 穿电扣篮发这些技术你少一项的话 其实就是在拖队伍的后腿 去训练 然后去打磨 我觉得过程是坚信的 但是收获的是好的 第一次参加我因为 就是那种心情是不好 是压抑的 因为小组赛非常非常差的那种战绩 老老他还是很懂我的吧 就是说 朱 我的弟子变不了 世界各地 但是你是我最值得骄傲的 站在场上你要相信你自己 最后的夺冠 其实那种心情的话是一种 很释放 很多很多的球迷 然后脸上画的那种 小的国旗 爱心的那种 对我们也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冲击 我带到奖牌那一刻 觉得那个金牌确实很重 既然再重 我们扛在脖子上呢 也要把它给带下去 因为这是我们付出所得的 我身边的那些球迷啊朋友都说 哇 出的你特别好 你扣球现在是无人能地 你这是世界第一 没有摆这么心态 顶峰可能是每个人都会想要的吧 但是我还没有到达那个顶峰 我觉得是 我值得期待的 能为自己的人生制定规则 我小的时候是遭受很多打击的 老师觉得我很笨 就骂我是笨蛋呢 笨猪 二十三四岁吧 家里人开始问 你有没有找男朋友之类的吧 永远是小圈子环境 更大的圈子 更大的圈子 然后放大到整个社会 对这个年纪的看法 我是一个差学生的时候 我越被这个规则束缚 当我成为了年纪第一以后 来告诉我该怎样生活的人 就少了一半 当我去香港读书 我后来考上哈佛 我就变得自由了很多 我之所以敢借这笔钱 是因为我知道 我读完这个书以后 我有能力把这个钱 再振回来 我觉得世俗的成功 给人自由 就是给人不被其他人的 说教影响的自由 我总觉得一个人认知世界之后 你能做什么 这个是一个很自然 你会延续下来的问题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要派一个女孩子去 在中东风俗的关系 所以你要遮盖你的头发 遮盖你的身体等等 有一次我的头巾掉下来了 被别人当场就拎出去 女性就是在外表上的符号化的意义上来说 你是会有劣势的 但实际上你的身份是记者的话 大家挺少考虑你是男性或女性 也就是大家把工作做好 因为你年轻嘛 当时会觉得想渴望做一些 在别人看起来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真正其实我被看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你开始认识到你自己的能力 然后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就去解决它 我会对自己比较有信心 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能为自己的人生制定规则的生活 就是理想的 就金砖人生 我觉得金砖这个事 它首先是要要牢固 认定一件事 就哪怕不是金砖 它在你心里 它可能永远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宝藏 金砖人生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真的东西 是一种真诚的态度 所以我认为一个人 如果能够真诚地对待你的人生 这就是你的金砖人生 我觉得金砖人生是我所渴望的 是经过所有的奋斗 所有的苦难之后 给的最好的一个肯定 十三年前我开始打开球 十四年前我开始做自己的乐队刺猎 二十年前我一心想过 现在二十年前我一心想过 越来越多的人迷上我 现在我还在攀登的路上 还在找寻自己的金砖人生 还在找寻自己的金砖人生 我最好想过 我最好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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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